《梁否来的作品》 《梁菇扣》 《梁否来的作品》 跳舞,… 跳舞… 戴拖腩 头发太厉害了 哇啊! 这个很难啊 Joyce Swerine Joyce 因為對上一次見是Joyce 我覺得自己像阿牧 因為年紀比較相近 Bobby是十幾歲的中學生 阿牧在工作上處事都跟自己相似 可能阿牧在家裡多麼嫌棄一天 又或者他爭取愛情的時候被霸氣 其實他一回到工作 他永遠都是用那個工作的模式 很認真、很專心、很專注 我覺得這方面我都看到少少自己 讚自己 Darren 因為雖然阿牧和Darren分手 但我相信阿牧的心底他都很愛Darren 只不過我是轉化成為一個親人 我覺得 其實我自己覺得阿牧都是很愛Darren的感受 我不想Darren被人傷害 不想Darren被自己傷害 那種已經是習慣了的親人的感覺 表白了給他 通常我記得想起中學的時候 我都快表白 這個例子就像平時工作一樣 你不做過不知 你不試過不知行不行 所以是一個 我都幾大膽的 在做事方面 最快什麼時候表白? 同班幾天 例如小學的時候也是 小學可能那些很Puppy love 都會表白 但那些表白很可愛 可能是寫在櫃桶底 我自己最喜歡不可愛教主 就是第一個 因為這首歌也是說 你喜歡那個人 那個人就是你的教主 其實很簡單 所以這首歌的中心思想 都是你很掛念那個人 而你無法得到他之下 但你都要守護著他 第二個說法 不可愛教主 就是你已經去到很心灰而難 所以你跟自己說 這個人很不可愛 不要再喜歡他 不要再留意他 那這個是一個 再絕望一點的 State of mind 我自己Picture 不可愛教主這首歌 就未去到那麼絕望 純粹是一個很落幕 但是很關心 和很掛念一個人的狀態 每一句 我自己在細論 都覺得每一句 都是阿牧的感覺 他完全是很成功地寫到 其實有一點點甜 我很驚訝 但應該很開心 大家都感受到這首歌 究竟我要用一個甜甜 還是不開心來聽這首歌 因為其實他不開心得來 但其實他又有一種 大家正在說的 有什麼Bitter Sweet 但願有一丁點喜歡我 若誤會了 准許我上座 我覺得這兩句是 很完美地表現到阿牧整套劇 暗默很希望阿田喜歡自己 哪怕是少許 哪怕那種喜歡都不是情人 可能純粹是一個 Best Friend的喜歡 但是我都滿足了 還有今次我唱這首歌的演繹 是和平時大家聽的 Ego 或者一所圓榮那種唱法很不同 勢力很多 以及戲聲多了很多 一來可能都配合R&B的風格 二來就是都要去遷就自己的聲音 用不到那麼大力 其實盡力的狀態下唱 那時候花姐也曾經提出過 不如算吧 我們放棄這首歌吧 我們不要出了 因為不想你再在演唱好之前 要這樣搶把聲發 已經好像沒得救了 你的聲音 你還錄音 但是我自己很堅持不肯 這是我都很少數地 我拒絕了花姐的推薦 因為我自己真的很想完成這首歌 但是我沒有想那麼長遠 究竟我作為一個歌手 我可以走到多遠 純粹我是在火歌的演唱會 我也不知道自己能捱到 那時候最失落就是Band Rehearsal 即和MIRROR和其他成員一起 我看著大家唱得很高興 這間工作室的Band Rehearsal 好像已經去了現場的舞台踩台 但是他很害怕 但是好像只有我和Edan兩個 失縮了一個角落生物 我們兩個是唱不了 我們在Band Rehearsal 我們都有強行來唱的 但是唱完之後我被花姐罵 閉上眼睛捱過他 我通常在我自己最累 或者最失落的時候 我都是跟自己說 其實有一個說法是每次都幫到我 就是幾個月之後 你再想回就覺得很小事 譬如現在我這一刻 我想回演唱會的時候 我失聲了 其實很小事 你想回都不是真的那麼痛 我現在想像一下 當時最痛的狀態 都應該不夠骨折痛 所以你現在這一刻 在經歷的痛楚或者挫折 你終有一天都會覺得 沒有什麼 所以其實很快就能捱過 這個理論都是很幫到我 這三年來的每次很累的時候 那時候我找了Maggie和阿星去拍的時候 我想說 他們兩個和花姐是異口同聲地 叫出Hana的名字 你們是不是合起來了 很誇張 但是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機緣巧合 就是他們都很想找Hana 和合作去幫忙拍這個MV 我自己很尷尬 就是最初第一次見面排舞的時候 大家是那種氣氛凝結 排舞好像Valerie 又要強迫我們一定要頭貼頭 或者我要控在她旁邊很近 就是直接好像紋著頭髮那種的 很零距離接觸那種 所以就很尷尬 好像我們兩個整個人都瘋了 然後我記得花姐在旁邊看著 就對了 就是這個feel 你們的MV的plot 剛好就是你們第一次見面 所以你們第一次見面 不熟的 不熟就對了 就是要這個 你們不要熟 到時做回這個 那麼自然的陌生人的感覺給我 我以為她會是一個很慢熱的女生 但原來她很快 其實她已經是 講了很多她平時工作上的經驗給我聽 經常都誇讚我跳舞舞 很誇張地去讚賞我的舞蹈 我真的覺得她跳舞得很好看 她的語氣很誇張 令我覺得夠了 你再讚我我真的很害羞 不要再這樣讚我 但我感覺到她是很真心 我覺得很厲害 我第一次人生感情戲 已經是大屬的愛 給了Edan 第二次感情戲 其實是北韓教主 MV這個 已經是 但我可能拍多些電影的時候 中南地電 對 中南地電 那到時才算 喂喂 記得留言我的新歌 《北韓教主》 已經出來了 記得去聽 對 那 發音樂 針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